5月23日就是the end of蕭悠悠悠悠悠 喜歡說話 喜歡到開網台的老蕭蕭若元 忽然宣佈封嘴 但這個世界永遠 所有事都圓的人 老蕭忽然封嘴 其中一個主因就是後繼無忍 問題是訓練不到接班人 我已經接受了這件事 沒得找的 當有那一刻就有 沒有那一刻就沒有 我覺得做節目變成了有相當大的壓力 因為其實你做得久了 你不停會重複自己 我覺得我剛好才盡差不多已經是 我盡了我的力量 所以中庸最重要 進己之為中 推己及人之為恕 夫子之道 忠恕而矣 參與政治多年 奈何對香港前途感到悲哀 預料泛民會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拜陣 心腹而冷 憑香港的評論界 即是來來去去都幾個老爺 即是這樣子 如果你數了大班 黃毓民 陶傑 甚至數了李怡 念月真 來來去都是老爺 忽然退休 原因令人難以信服 有人就說因為他兒子蕭定一在大陸有生意 因此就受到中共的威脅 要他在立法會選舉之前收聲 我在這一刻是沒有受到任何壓力 我和兒子分得很清楚 他那些事情我基本上不知道 第二就是我兒子獨自都不敢在上面作出更大的投資 我自己的生意就沒有在大陸 我是絕對不喜歡在大陸做生意 也有人說退休的主因是因為人民力量內鬥 令老蕭異姓涼山 最終他沒有說出真相 只是笑而不語 老蕭喜歡論政 力參泛民 對於近日在北京和香港炒到興起的港獨議題 見解過癮 今天說的本土主義製造大陸來的殖民 我們怎樣受人壓迫 是一套諸如的民族主義 講到港獨議題 老蕭由理據入手 曾經被異族統治過的地方 又或者你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國家的地方 那些有權公權成為獨立國家 以這個赤道來說 香港有權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這個不是香港 這個是維吾爾 西藏 新疆 我覺得全部可以獨立 甚至兩港都可以獨立 港粵語的人獨立 誰喜歡獨立就獨立 等如兩夫妻一樣 每天都打架 你喜歡離婚就離婚 照這樣說 其實灣仔和油麻地都可以自成一角 你以為老蕭支持港黨 如果香港人支持獨立 我當然是會贊成的 如果香港人 有沒有要講獨立的權利 就更加有 但我認為香港應不應該獨立 我認為香港是不應該獨立 反對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一直都反對民族主義 真正就是中國正在走那一套 因為我對於民族主義 是作出了徹底的反思 意圖建立一套這樣的民族主義 就要先建立一套排外精神 你說是多麼弱智 今天講的本土主義 製造大陸來的殖民 我們怎麼受人壓迫 是一套諸如的民族主義 你是不是會為了香港 要掛一個香港國的名字 和大陸拼命 他認為維護本土利益 不等於港島和理非才有感染力 就是香港人掌握香港的命運 即是說我們自己治理自己 因為沒有人比我們更清楚 香港人需要什麼 你北京怎麼知道 香港人需要什麼呢 而且你的記錄是很頑皮的 你陰碰到那些人也很麻煩 打開 打開 往軍在臺港 往軍在港 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 極盡派冒起 新年發生往國掌磚事件 邵若元和一仔大談政治的時候 一說到這裡就火都來了 假如我說我只是扔磚,扔完磚之後我就不扔了,那你得到的結果是怎樣呢, 你還沒扔磚之前,警察大部份是用胡椒噴霧噴你,所以搞了幾年, 我們所有的反抗者,是沒有一個受過重傷,鬥了幾年, 即是無數人受傷,即是輕傷,因為警察集中了用胡椒噴霧和用警棍, 現在不是,你扔磚,扔磚後公會已經被壓力,政府已經有緣在線, 只是這樣他就會出橡膠子彈。 除強烈反對暴力公民抗命,邵若元對部份激進本土派的組成亦很不信任, 懷疑部份本土派是西環手段,是中聯盟推出來的人,選舉經費方面他都覺得相當可疑。 老實說,選舉是一件不便宜的事情,你是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你就叫做卸選,卸選就有五皮東西就可以了, 我自在上下TVB,即是上下電視拿壞人,都抵了五皮東西, 不是開玩笑的,五區去選,基本上要九百萬, 而你要用百多萬去選,一定要有相當的勝算才會做, 除非你很有錢,我完全不自在, 或者我的黨很有錢,我給你練兵, 那是這幾種可能性而已, 但現在好像有很多組織, 動一下都攤五個出來選,攤七個出來選, 好像完全是不將錢放在眼內, 所以有些人,我當然是對他有懷疑。 一仔問他,是否紫就是這些散後組織,他便不願明說, 只是說本文前的黃台仰被警察抓了之後, 家裡售出五十萬現金,至於怎樣解釋,大家自入貫斷了。 紫華,我覺得你紅也控不了,真是慘了, 但我認識一個奇人,叫蕭若元, 這個人,無論是黑白度,你找他,他都幫你搞得定, 不如你去,我幫你安排去見一下他, 從此幫你星圖扶搖直上吧! 現在在外面街頭, 我的花朵叫做閉豪, 是由肥波發明的, 是他在赤柱裏廣播出去的! 蕭若元當年監製電影閉豪得罪康湖人士, 搞得有人找晦氣,見關大場面的老蕭坦賢, 九十年代拍電影,這些做越多的事! 找人去講一下, 有時封來封來封來封, 有時跟麥當鴻拍戲, 有幾十人拿刀上來的, 不知道我們得罪了什麼人, 我們繼續在開門, 沒有自發室, 永遠搞得最糟糕就是掌訣明星, 因那時賣罪很厲害, 一要唸它的名就已經賣了錢, 拿錢回來拍電影你都已經賺錢, 如你劫了劉德華去做, 一開電影就賺一千萬, 比打劫的好看, 我們用很多新人去演戲, 是好些的! 2014年, 向華盛過世, 蕭若元在節目中, 慶之所致, 大爆向華盛生生前種種悲謹, 結果隔了幾天, 自己車就是街上被殺手, 用車椎撞折殺, 行号司机铲上行人路才得以逃脱 经历过这一切 肖若元都不出一套做人的道理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对任何人 你记住对任何人 都有三分尊敬 我是一个会打烂仔架的人 我很多招数都是你猜不到的 电视战争当时 就是我们的排阵方法 新的戏都不是你们想想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日红线女服出 TVB拿了香港的独有代理权 她离身香港 我就知道红线女 先去新加坡演出 我就在新加坡拍了红线女 直接回到香港直播 就是我不会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 进入传统或传统去做的 其实是 肖若元更加以ViuTV为例 说正正这就是打烂社交的好例子 出奇不异的制造节目 好像晚吹跟着矛盾去旅行 都是将TVB杀的措手不及 但是如果他站到七八点收市 这个TVB跌两三点 就变成了十八十九点的收市 即是他能够有三分一的收市 TVB就敲响了上众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那个广告revenue 将会很多去ViuTV那里 而TVB是不懂得如何打烂社交的 就是TVB是割不了皮的 就是割皮割得很慢的 那些东西全部公式化制作的 就是人是会让自己过去的成功 是变成了一个陷阱 就是最后的制度 是institute 就是takeover了企业 就是企业变成了一个没有创新力 没有反省能力的机构 就是两个东西令TVB结束 第一就是 大气电波电视的走下波 但是是不是十年后没有大气电波呢 电视呢 我不敢说 但是这些这样 TVB这些大工厂式的电视台 其实就应该在历史博物馆找到 老蕭蕭蕭元搞出这么多年网台 接了香港人网之后就开了米香港 最近他带电话锋咪 除了因为人民力量之外 原因还因为人民的朋友 人民币力量 老蕭出钱出力搞网台 支持人民力量 但老蕭的身边人透露 人民力量个个上位就失控 最经典莫过于黄阳达 老蕭在网台给了两个节目 但之后黄阳达反面 自称不支持人民力量 选民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是不认同人民力量 而打着人民力量 要接牌去选的 这个就是骗子 这个就是老痴 这个对选民来说 绝对是反骨仔 除了黄阳达 其他人力的伴底 和老蕭也越走越远 在这个周日 蕭若元契仔周世豪 取汤文量千金 汤震铃的分宴里面 大部份引力的人马都无形 老蕭家族已经将注意力放在人民币身上 他的儿子小领一打息的中国3D数码 与内地集团合作拍十二套戏 两个星期前又公布 两个发行的电影《伦敦伦陷陷》 未经审核下 内地收到约1.87亿 香港只收到1600万 相差超过9倍 今年3月 公司宣布以近5亿的巨额收购HMV 亦都是瞄准庞大的内地市场 集团想每间电影院都开一间小型的HMV店 互相产生协同效应 看来蕭又元的政治理念很本土 不过想开拓的裁员 就是北方 快必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怎么说就怎么说 一个这样将所有的人 所有的同路人 或者接近自己的公布人 骂到不是人的人 是对整个运动带来极大的坏处 一个这样的人我真的不懂得说 你知道蕭先生 他在半个月之前的节目那里 他就毫无得罪他 其实我没有得罪他 如果你有听开我都没什么 我都在节目那里和他讨论一下 一些过题 老少最近在他的网台节目 不断批评人民力量成员快必 但必透露原来是老少觉得引力的核心成员不听话 其实他一回来都对我们有点微疑 譬如他有战宗的时候 他就说叫我们要呼吁人贴他 叫人民力量 那我们怎么呼吁人贴他 周永康都呼吁不了 推联又是第二个原因 推联他就说 说我们人民力量很帮学联那些出声 但我们没有支持过去年 我一个节目就请过去年那些奇迷友 是上来说过的 我们就质疑了他某些东西 他就开始生气我们这些东西 生气了 生气了就被一发多了受伤 有人力中人就透露 老少不但忽然提早一年退休 更加指他经营的网台以后 不可以再讲政治和政党相关的议题 他就请了西環契仔 现任九龙东立法会议员 謝偉俊做网台的节目 令友谊出选九龙东的快必位置非常尴尬 老少一连串的奇怪举动 有机会影响人力九月的立法会选举 影响得最低的就是 新界东现任议员万必陈志全 其实他自己说的 他说他本来是暖派一些金柱邦万必云 他挺说的 他拍了臉自己说的 但是就不好意思了 现在这样 他说不了他自己的金柱 这个时间和我们去切割 都是有一点的震动 有些少少 有伤和有不伤 伤就是突然选举前这样震荡 但是不伤的也是好的 因为例如选举论坛 有人攻击我们什么 燕若元有开药房有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快点击他 他和我们没关系 现在他骂我更多 他骂我更多 现在人力的核心成员 都会离开老少的网台和网媒 并且会在Facebook和YouTube 进行Live直播 讨论事司、精知和党务 人力中人又透露 老少不是人力的金主 过去三年他都没有提供资金 今年立法会选举 三名有意出选的成员 会用中筹的方式母捐 希望最少筹到400万 是否最少是打算 究竟是要不败 哪个喜欢独立就是独立 就像是两夫妻 一天都打架 你喜欢去走路就走路 照这么说 其实湾仔和尤玛地 都可以自成一角 李维鲁少支持港党 鸡尾 如果香港人支持独立 我当然了 我是会赞值 如果香港人 有没有港独立的权利 就更加有 但我認為香港應不應該獨立 我認為香港是不應該獨立 反對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一直都反對民族主義 正正就是中國正在走那一套 因為我對於民族主義 作出了徹底的反思 意圖建立一套民族主義 就要先建立一套排外精神 你說是多麼弱智 今天講的本土主義 製造大陸來的殖民 我們怎樣受人壓迫 是一套諸如的民族主義 你是不是會為了 香港要掛一個香港國的名字 和大陸拼命 他認為維護本土利益不等於要講到 和理非才有感染力 就是香港人掌握香港的命運 即是我們自己治理自己 因為沒有人比我們更清楚 香港人需要什麼 你北京怎麼知道 香港人需要什麼呢 而且你的記錄是很頑皮的 你陰碰到那些人也很麻煩 就是這樣 打開 一進派霧起 新年發生往國扔磚事件 邵若元和一仔大談政治的時候 一說到這裡就火都來賣 對 假如我說我只是扔磚 扔完磚之後我就不扔了 那你得到的結果是怎樣 你還沒扔磚之前 警察大部份是用胡椒噴霧噴起 所以搞了幾年 我們所有的反抗者 是沒有一個人受過重傷 沒有一個人受過重傷 鬥了幾年 即是無數人受傷 即是都是輕傷 因為警察集中了 用胡椒噴霧 以及用警棍 好了 現在不是 你扔磚 扔磚 扔磚 公會已經給壓力 政府也有緣在先 節目入面 慶之所至 大爆向華盛生生前種種悲鳴 結果隔了幾天 自己的車在街上被殺手 用車追撞自殺 行號司機產上行人路 才得以逃脫 經歷過這一切 蕭若元都不出一套做人的道理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對任何人 你記住對任何人 都有三分尊敬 我是一個會打爛底膠的人 我很多招數都是你猜不到的 電視戰爭的時候 我們那些排陣方法 新的戲 都不是你們想想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當日紅線女復出 TVB拿了香港的獨有代理權 她離身香港 我就知道紅線女 就先去新加坡演出 我就在新加坡拍了紅線女 直接回到香港直播 就是我不會 所有的東西都是 在傳統中的傳統去做的 蕭若元更加以ViuTV為例 說正正這就是打爛社交的好例子 出其不已的製造節目 好像晚吹跟著矛盾去旅行 都是將TVB殺的措手不及 如果他站到七八點收市 這個TVB跌兩三點 就變成了十八十九點的收市 即是他能夠有三分一的收市 TVB就敲響了喪眾 為什麼呢 不就是因為那個廣告revenue 將會很多去ViuTV那裏 而TVB呢 是不懂得怎樣打爛社交的 就是TVB是咳不到皮的 即是咳皮咳得很慢的 那些東西全部是公積化製作的 即是人是會給自己過去的成功 是變成了一個陷阱 即是最後那個制度 就是那個institute 即是takeover了那個企業 即是那個企業 變成一個沒有創新力 沒有反省能力的機構 即是這樣 即是兩個東西令到TVB結束 第一就是大器電波電視的走下坡 但是不是十年後沒有大器電波呢 電視呢 我不敢說 但是這些這樣 TVB這些 大工廠式的電視台 其實 就已經是應該在歷史博物館找 老蕭蕭若元搞出這麼多年網台 接了香港人網之後 就開了米香港 最近他大件話封咪 除了因為人民力量之外 原因 還因為人民的朋友 人民幣力量 老蕭出錢出力搞網台 支持人民力量 但老蕭的身邊人透露 人民力量個個上位就失控 最經典莫過於黃楊達 老蕭在網台給了兩個節目 他做 但之後黃楊達反面自稱 不支持人民力量 選民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是不認同人民力量 而打著人民力量 要接下去選 這個就是騙子 這個就是老痴 這個對選民來說絕對是反骨仔 除了黃楊達 其他人力的班底和老蕭 也越走越遠 在這個週日蕭若元契仔周世豪 取湯文量千金、湯鎮靈的訓練 大部分人力的人馬都沒有認 老蕭家族已經將注意力放在人民幣身上 他兒子宣令一打釋的中國3D數碼 與內地集團合作拍12套戲 兩個星期前又公佈 兩地發行的電影《倫敦淪陷》未經審核下 內地收了約1.87億 香港只收1,600萬 相差超過9倍 今年3月 公司宣布以近5億的巨額收購HMV 亦都是瞄準龐大的內地市場 集團想每間戲院都開一間小型的HMV店 互相產生協同效應 看來蕭若元的政治理念很本土 不過想開拓的財源 就是北方 快筆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怎樣說就怎樣說 一個這樣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同路人 或者接近自己的光譜人 罵到不是人的人 是對整個運動有極大的壞處 一個這樣的人我真的不懂得說 你知道蕭先生 他在半個月之前的節目裡 就不停泡轟我 其實我沒有得罪他 如果你有聽過 我都沒有什麼 我都在節目裡跟他討論一下 一些課題 老蕭最近在他的網台節目 不斷批評人民力量成員 快必、譚德智 快必透露 原來是老蕭覺得引力的核心成員 不聽話 其實他一回以來都對我們有些微疑 譬如他有戰中的時候 叫我們呼籲人撤他 叫人民力量 那你怎麼呼籲人撤他 你以為我們是周榮康都呼籲不到 對吧 推卵又是第二個原因 推卵又是第二個原因 推卵又是說 我們人民力量很幫那些學聯出聲 但我們沒有支持過推卵 我一個節目邀請過 推卵那群奇妮友上來講過 我們就質疑了他某些東西 他就開始生氣我們這些東西 只是這樣他就會出橡膠子彈 除強烈反對暴力公民抗命 蕭若元對部分激進本土派的組成都很不信任 懷疑部分本土派是西華手段 是中聯辦推出來的人 選舉經費方面他都覺得相當可以 老實說選舉是一件不便宜的事情 你是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你就叫做洩選 洩選有五皮東西就可以了 我自在上下TVB 就是上下電視拿話人 也很划算 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五區去選 基本上是要九百萬 而你說用一百多萬去選 你一定要有相當的勝算才會做 除非你很有錢我完全不自在 或者我的黨很有錢我給你練兵 是這幾個可能性而已 但現在好像有很多組織 是動作都攤五個出來選 攤七個出來選 好像完全是不將錢放在眼內 所以有些人我當然是對他有懷疑 一仔問他 是不是指就是這些散後組織 他就不願明說 只是說本文前的黃台仰被警察抓了之後 屋企售出五十萬現金 至於怎樣解釋 大家自行判斷 阿子華 我覺得你紅也無法控制 真是慘了 但我認識一個奇人叫蕭若元 這個人無論是黑白道什麼 你找他都幫你搞得定 不如我幫你安排去見一下他 從此幫你星徒扶搖直上 你不想拉 現在在外面街上 我的花朵叫蕭豪 是由肥波發明的 是他在赤柱裡廣播出去的 蕭若元當年監製電影蕭豪得罪康胡人士 搞得有人不少晦氣 見關大場面的老蕭坦然 九十年代拍電影 這些做越多的事 找人去講一下 有時封封封尼士 有時跟麥當雄拍戲 有幾十人拿刀上來 不知道我們得罪 我們那些製片組得罪了什麼人 我們繼續在開門 當沒事發生 永遠搞得最嚴重就是唱跳明星 因為那些時候賣浮很厲害 你一有他的名字就已經賣了錢 拿錢回來拍戲 你正在賺錢 譬如你劫了劉德華去做 你一開電影就賺一千萬 這樣就好過打劫 我們用很多新人去做戲 這就好一點 5月23日就是the end of蕭若元 forever 喜歡說話 喜歡到開網台的老蕭蕭若元 忽然宣佈風嘴 但這個世界永遠 所有事都是緣的人 老蕭忽然風嘴 其中一個主因就是後勁無人 問題是訓練不到接班人 我已經接受了這件事 沒有得找的 當有那一刻就有 沒有那一刻就無 我覺得做節目 變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因為其實你做得久了 你不停會重複自己 我覺得我責江郎才盡 差不多已經是 我盡了我的力量 所以中庸最重要 或者盡己之為忠 推己及仁之為恕 夫子之道 忠恕而矣 參與政治多年 奈何對香港前途感到悲哀 預料泛民會在9月立法會選舉拜陣 心腹而冷 突然退休 原因令吳少人難以信服 有人就說 因為他的兒子蕭定一 在大陸有生意 因此就受到中共的威脅 要他在立法會選舉前收聲 我在這一刻是沒有受到任何壓力 我和兒子分得很清楚 他那些事情我基本上不知道 第二 就是我兒子 獨自都不敢在上面 作出更大的投資 我自己的生意 就糾零都沒有在大陸 我是絕對不喜歡在大陸做生意 也有人說 退休的主因 是因為人民力量內鬥 令老蕭而慶良善 最終他沒有說出真相 只是笑而不語 老蕭喜歡論證 歷稱泛民對於近日 在北京和香港炒得興起的 港獨議題 見解過癮 今天說的本土主義 製造大陸來的殖民 我們如何受人壓迫 是一套諸魚的民族主義 港獨港獨議題 老蕭由理據入手 曾經被異族統治過的地方 又或者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國家的地方 那些有權公權成為獨立國家 以這個赤道來說 香港是有權成為獨立國家 這個不是香港 這個是維吾爾、西藏、新疆 我覺得全部都可以獨立 甚至兩港都可以獨立 講粵語的人獨立